FREEDOM IS THE RIGH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我会怎么说这种话呢 看东哥坑多了之后 还是比较想念职业选手的专业操作 我怎么在玩这个 好 丢开 大家好 我是CLC战队的队长 白色月娅 大家可以叫我小白 小白最近好像生活的比较激情 脸上长了很多痘痘 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合适的 就是因为熬夜太多了 然后又乱吃东西 熬夜操作是吧 熬夜最近操作哪些英雄 操作很多啊 比如说什么乌蒂尔啊 比如盲村啊什么的 对啊 盲村啊 稻草人啊 好 那今天要给我们演示哪个英雄 当然是盲村 盲村是吧 就是那个光头 然后中间有一粒辫子的 对 那个辫子 中国风特别弱 中国风特别强是吧 但是我觉得它日风也很强 我知道了 因为它一直在游戏里边喊着日语 是吧 不太合适 每个每位同学经常 看一些小电影的时候 都比较熟悉的一些 个别单词 不太合适 你好像很懂啊 好 说一下这个盲村也是 小白来为我们这个演示的英雄 几乎上都是打野的 基本上都是打野的 对 我自己也是打野 担任的一个打野的位置 所以说这次盲村也要打野 对 打野 那你 很强烈的 你估计这一把 你还会酱油吗 我估计会酱油一点 可能因为我的风格比较突发 但是我觉得其实小白 他的酱油 主要还是在后期的时候 可能自己的队友 已经成长起来了之后 显得会比较酱油 但是前击是因为他 对这个线上的干客的比较好 所以说才会让队友 长得这么的成熟 这么的茁壮 是吧 这我可以理解成是夸我 是在夸你 绝对是在夸你 好 我们这个 说了这么多 扯了这么多 还是要看一下实战操作 怎么样才能够理解 这个盲村这个英雄 非常 算了 我不做动作了 一会儿被人家截图了 你要不要说了那个台词 一几乎比较 比较那个有名的台词 一酷吗 这 这确实盲从踢人的时候 会说这个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 我们不扯这么多了 一会儿到游戏当中看一下他 我们这边好像天提者比较专业 他要做辅助吗 应该是辅助 赵兄帮 赵兄帮 托尼帮我 办点事 哎呦 喂 这我们小胖就莫名其妙的感觉中枪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好吧 求想解 想解是吗 十点半的时候去找小赵吧 你就知道了 好 现在你这个盲森出门准备先去搞什么还是一个护甲五瓶药 对啊 先去搞谁 先去搞石头人 哎呦 有人问了 PL油 恭喜你答对了 没有奖品 好像是这个道理 嗯 改下属性 你的获得的奖品是我们的夸奖 你姐的夸奖啊 欢迎来到英雄 你要调整一下键位啊什么的吗 怎么感觉下面的那个东西 好 你要调整一下键位吗 嗯 差不多都调整好了 他在问是不是工作人员 暂时我们 工作也会被逼平的吗 我们暂时不太好打字啊 确实这个也说明我们来录节目是也是匹配的路人 虽然带了一个DXQ52拼命的想要做演员是吧 坑破天气 然后你的盲僧先选择加什么技能 学义 学义 义好像那个是会暴露对方视野的 然后使用两次会减速的效果是吗 嗯 第二次有30% 天雷破 折金断骨 伤金断骨脚 断子绝孙 神龙百尾 这个大招 这个不是叫 摩 猛龙百尾 哎呦 突然想起一个电影 全军出击 东承西柳 好内功 受不了了 神龙百尾 赚 赚 还有一秒 好像有点干涨了 好 这个队友非常给力的来帮忙 先把这个石头人打了 然后这边是CV到了 木木在打蓝buff 二级的时候选择加Q 可以抓一波 然后就可以去干客了 可以看一下 盲僧ID怎么这么熟悉 大家好 我就是传说中的笔试歪歪 现在你觉得哪一路比较适合干客呀 看一下 他蓝buff打完没有 很多说就是什么 咦 原来没有打完 咦 他不敢打了 他不敢打了 嗯 骚扰了 这下我就跟你说 他们一击倒背 蓝buff 嗯 他的打野效率就比你慢了很多 而且这边线比较适合干 他竟然没有发现 踢中 哎呀没踢中 闪了 骗他一个闪现也不错 对 但是这边始终是没有眼的 他如果再赶上来 就再给他一脚 这次没有闪现了 来了 来了 这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搞他 哎 还知道走我的 但是你这样是没有 哈哈 来一脚 哦 漂亮 在尖叫中拿到了一些 啊 是上过一次 当然还不许取笑 还赶上来 叫黄东东他哥 呵 没用 你不是POU小东他哥 哈哈 然后你这个 说一下你的这个符文跟天赋吧 嗯 符文是我加了九点的攻击力 嗯 十点的穿甲 九点的攻击力 十点的穿甲 对 然后攻击速度有吗 攻击速度有那么一点 黄色是护甲是吧 对 黄色是护甲 蓝色是魔炕是吧 我靠 你都可以抢大了 哈哈 我太了解你了 是的 哎 好像有个剑没有改 嗯 哦 要改改剑是吧 你改剑方面 也没有什么技巧 嗯 就是智能施法这方面 也没什么技巧 智能施法 我是 Council 加上一个 一个剑就是一个智能施法 还是就是默认的这种智能施法 默认是Shift 然后你把这个Shift改成对自己释放了 对 关键的时候 最后要这个Council 搓出一个盾 加到一个W给自己 说一下他的技能吧 他的Q技能是这个 往对方身上发出一个动感光波 还是一个非指向性的技能 然后 呃 如果说Q命中了目标的话 就可以一下飞奔到他那边去 会偿还的 中 哦 漂亮 但是他闪走了 不错 还被打 一个Q送了一个 骗了一个召唤师技能 又赚了 嗯 今天出来就赚了三次 一个次是啥把 把木木的尿都吓出来了 第二次 还有可以帮他打过蓝吗 楼上拿了一个医血 看他要不要蓝 应该是比较想要蓝 因为蛇女这种英雄比较次蓝 诶 没了 哦 有 你有 你是要把蓝帮给蛇女吗 还是自己用 你自己用没什么意义吧 没有什么战略性目标 看他不会过来拿 他会的 蛇女 抗兵 我靠有蓝帮他不拿 哈哈 怎么抗兵 这个服务多到位 这个服务多到位 嗯 作为一个合格的打野心英雄 除了要考虑自己的需要 还要考虑队友的需要 这边 哎呦 哎呦 木木木去下路了 我突然就从草叢里边钻出来 草叢里冒出了一个大光头 哦 他可能想拼 哎呦 这个 二换一 二换一 木木师长是没buff的 还带着蓝药 好像有点亏啊 还好 二换一 嗯 上路我们肯定是优势 嗯 上路拿了个一血 突然就变成优势了 芒孙比较好的一点是可以用自己的Q技能 逃命的时候踢在小怪身上穿墙 跟W在自己小怪身上 我的英雄身上 嗯 你看 上路单杀了 然后之前 以前是 是谁告诉过我 说这个芒孙一旦出了灯笼之后 他的灯笼一定要留住 在逃命的时候 如果说实在找不到人踢了 马上插一个眼 然后W飞奔到自己的灯笼 那个眼区上面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一般情况我都会留不住这个眼 就是一般情况下 只在是手键就想插一个 哈哈哈哈 而且打野型的英雄 一般来说出灯笼还是非常必要的 看这个芒孙打野非常效率啊 为什么 因为他的Q穿来穿去的 省掉的走路的一段时间 他的W技能触发一个盾之后 再按一次是什么效果 就是一个吸血 法术吸血和那个 一段时间的攻击可以带法术吸血和物理吸血 对的 他的技能哪些是 哎呦哎呦哎呦喂 不合适啊 蓝buff送掉了 这个赵兄你帮我 拖你帮我 还是拖兄 啊 突然就搞了这么一出不太合适的事情 一定要把他抢回来 踢死他踢死他 没有到六级不好踢 哦他还想够我 也是芒孙的这个大招 是非常的给力的一个 非常给力的一角 如果说他踢到人的屁股上 就可以把人踢回到 他 所在的后方 哎呦下路又死了 芒孙踢人的这个判断跟 小炮的大招的判断差不多吧 哎有点像 但是你要方向性的考虑是差不多的 是的但是你要近身 嗯基本上他的射程是非常的 但是芒孙Q的距离和W的距离 好像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 帮助他逃命也好 杀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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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 而且我觉得芒孙这个英雄 确实是太强了 怎么说呢 找个睁眼去打龙 这样 好好好 哎他没有叉眼 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叉眼 因为他第一次出门 是带着一个多蓝 第二次出门 身上就是 那么就他在这里 就是他还没有叉眼 上路这个 我看一下 这位人凶上了四次了 天哪 上路被你干着拿了一次医血之后 嗯 突然一下就变得莫名其妙的唬了起来 好 这边是帮你先CV了一下 确实没眼 是搞人呢 还是搞龙呢 搞人吧 哦不是搞龙吧 木爪还是很伤的 你身上有一个红霸 但是 就算有一个辅助 确实还是很伤 非常伤 因为我没有吸血 我们要登了 嗯 红爪 只是有一个出500的效果 好 终于到六级了 诶 这样打出时间是 一个那个 我发现你打时间已经成为一个T 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而且打出来的时间是刷出来的时间 不是打掉的时间 对 龙是 小龙是几分钟刷一次 六分钟刷一次 然后 红蓝buff是多久刷新一次呢 红蓝buff是五分钟 哦 哎呀 红buff下了 说着说着红buff 刷个两分钟 回去出灯笼呢 回去搞一个灯 实在受不了了 没吸血 嗯 有了灯笼之后 突然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 人生从此变得多姿多彩 前方的障碍 这个奶妈是不带眼的 我下路帮她插了一个眼 两个眼 抱粗啊同学 嗯 没有 抱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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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看到有个人死了 看 是吧 最晕孝萌 击杀了我们的大嘴 我们的大嘴好像不是很给力啊 没关系 在面对有威恩这样的英雄的时候 总是选择走在墙边 我现在没什么机会看看 孝萌我也不要我 中路压得又是太强 她说不是吧 要跟大家说一下 像有Timo这样的英雄在的时候 走路尽量靠墙 然后如果有威恩这样的英雄的时候 走路尽量不要靠墙 靠自己得兵好了 嗯 你走位和你的名字一样 搜 搜菜吗 要再帮他打这个篮吧 哎呀 没提到 看不见 要再帮他打这个篮吧 我看一下 神女有篮和别篮的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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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出事了 中路出事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哎呦 我果然坑天啊 太不好说了 我就想打了这个 这是找来不是做打手的 是找来平衡一下游戏节奏的 哎呦 这个终于把我们的代后D给终结了 刀锋现在好像也是一个非常虎的英雄 非常厉害 而且尤其克制像阿卡丽这样的现场 你妈 是吗 刀锋现在打很多 很多 嗯 他的爆发非常高 看你一脚抬起来没有踢出去 嗯 目前为止还没有踢过人 打招 没有 前段时间看了一次这个 Top5的一个精彩击杀视频 是盲僧这个残血逃跑的时候 把对面两个人给踢残了 踢残了 完了之后呢 呃 多了一个人半途杀出一个陈晓晶打不动了 然后选择逃跑 但是那个陈晓晶一路跟着 后面两个残血的也跟着 最后盲僧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技能 大招是可以一脚 把后面两个人给踢的差不多的 于是他一脚就踢在了前后面追杀他离得比较近的那个人身上 然后那个人一弹回去把自己两个队友弹死了 自己也死了 然后就突然一脚造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三杀 大家这个 如果想看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到我们QA的论坛看看 哎呦哎呦喂哎呦喂 大招没了大招没了 赶紧告犯 好漂亮再把踢谁踢谁踢谁 给他一脚 先把有buff的踢走 好这个蓝波略险嚣张啊 哦漂亮 小张也没用 小张我没有钻的 小张我有段子决心脚 阿萌 阿萌没有 哎呀 我就是刚才替他想杀他的 其实 因为他有蓝buff 对 哎 中路已经先爆掉了 上路也被这个代号递给爆掉了 你还在排 盲村这个buff好就好在 不仅可以飞队友也可以飞小兵 对 就是也可以飞眼 只要犯了有几方的目标单位在的时候 都可以踢一张 还真的有 哎 这下好像很赚 有了灯笼之后 打野 基本上完全就不用考虑 有什么伤害嗑药什么的 欺负蛇女的不能忍啊 蛇女给了个大 哎呀 没嗑中 不能说法在这 突然一下坑了点 漂亮 没关系没关系 没有大爱 哎 他在回城 你可以 哎呀 给他一个盾吧 哎呀 看起来好紧张 他刚才想给他钻 然后他飞回去了 这 然后我就先给那个文人一个减速 哦 先溢了他 是的 溢一下百分之 考察丁来了 一波接一波呀 这是接龙赛吗 大嘴还没看见 要不要把他踢回来 哎呀 闪现双闪现 没办法 好吧 身上两天多 回家出点东西 啊 完了之后又闪现 给他留一个小的 嗯 做人还是要留一线 是吧 我靠 哈哈哈 太坏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 留和比不留更坏 是啊 哎哎哎哎 他应该是有大招的 而且他后方有支援 马上过来了 维恩 看他大招套给谁 套给谁都无所谓 可以杀另外一个 哦漂亮 看这个Q的距离 确实非常远 因为我是先踢中了 我知道踢中了之后 冲过去的距离 他想做点 非常划算 踢中了之后 不一定马上就要冲过去 好 可以先缓一缓 然后他直接就上了 先上个盾 马上先闪过去 然后把这个 这个没有大招的做掉 嗯 好拜好几 给了他一个点燃 然后就跟卡莎丁过来了 你这个能量恢复的有点慢 漂亮 听到一声一哭 想飞 想飞也飞不了 走 哎呦 这个节奏好像略快了 20分钟都没到 走 还一会 还一会 打个小龙吧 打个小龙 打个小龙 你这个才一个灯笼 一个草鞋 就搞出这么多人命来 秦哥一看 都不想杀我 知道我是穷人 战 农民工兄弟也不知道 也是非常辛苦的 股杀了 现在还是有一点钱的吧 我看 应该杀掉你 还是有300多到400块的 好 拿了一个小龙 现在非常有钱了 回去准备出什么 应该是出一个 看一下 直接出个狂竹吧 哦 就是说你 你玩盲僧 还是出的 走的这个肉 然后转这个 阿塔玛 对 我现在如果出个狂竹的话 出去之后 他们都应该是没有欲望 没有欲望 打你 已经没有欲望 但打还是打得动的 感觉你这个护甲 跟魔抗都不是很高 现在来讲的话 护甲还可以 没什么装备 两码装弹剑就是神装了 啊不对 军团圣盾 好像看到一个 出火棒 军团圣盾了 还有一个饭盒 吸血枪 太熟了 这不太合适吧 太熟了 哎 两个 两个野区的红伴 都被你给控制了 我刚才你留了一个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帮你 把那个小的 打掉了 打掉了 刚才还是擦了眼的 那个 如果没打掉的话 你还是自己去打吧 拿点钱 然后顺便下去刷新的时候 再过去 太坏了 米国 你实在太坏了 哪里需要我呢 哎 上路好像 你这个栏目会过来吗 他不会过来 他会过来 才怪 哎呀 没踢到 没有肯定 哎呦 没有 结束了 这个没踢到 确实略显空间 哎呦 现在代号地的伤害 已经非常高了 啊 我能Q了一下 无大碍 无大碍 控制自己 掌控第一 发现凯尔是不是 有一些改变 变得非常的 翅膀变得非常的动态 变得好看 嗯 他技能也变了 他的Q现在 减速略有点 有点那个了 你说打掉了 啊 怎么 怎么还 你不是说打掉了吗 去把钱拿了吧 五分钟之后再过来 好 算了 我去收下路 嗯 而且盲增我发现 收钱其实也不错 打个东西 欢迎 欢迎 收钱的连招 QE 哎呀 啊 太不合适了 我说他 这个收钱的连招是什么 QE 对啊 就是E嘛 E了之后平原 他被动就是一个加工所 用自己能50%多公所 就这么A就行 他的W实际上是 套中了之后再使用的话 然后下次攻击 带的吸血效果 对 15% 还有我20%护甲 Q在Q中人之后 飞奔过去的时候 会造成伤害吗 不能 不能 飞奔过去的时候 怎么造成伤害 你在飞啊 嗯 就是你人撞在人家身上 总是要造成一些肉 第二次可以啊 第二次你碰在他身上 可以 但是飞到 途中你肯定不能找 身上 我就是说这个飞到他身上 撞的时候 像这个七八妹是吧 对 很多时候你可以飞在空中 再飞回去 你可以飞回去 对你妹啊 老师 对对 你可以飞回去 诶 等一下 诶 还没踢到 好像他的被动技能 你还没有 飞了一半飞回来了 哦 可以飞回来 哎呀 这爆发太高 怎么怎么飞一半飞回来的 Q过去 快一点 就行了 嗑第二次 然后再飞回来 你再找个人Q一下次 Q一次 W一次 嗯 对 QW 小声点 找一个人Q一下 那这样的话 就穿梭战场 就比较容易 然后冲过去 然后又 诶 但是你这样玩 好像很危险啊 哎呦 漂亮 关键时候 把危险你的人给踢走了 我有狂徒啊 你有狂徒 狂徒在手 天下没有 哎呀 西长塔 这个 神女已经享受在杀人的快乐当中了 给她一个盾 这个盾好像几个麻将照在身上飞来飞去 如果是我妈的话 一定非常喜欢这个英雄 我看一下 嗯 麻将 确定无误 是腕子呢 还是桶子呢 还是条子呢 条子啊 一条 哈哈 就是要挤 对吧 最近你们这个训练的时候 跟其他职业队打得怎么样啊 其实我发现你们队 非常有意思啊 为什么呢 之前跟你们训练的时候 啊 就没投降了 这样 走 不太合适 还在我说故事的时候 就投降了 太不合适了 哈哈 太不合适了 一会儿说 一会儿说 好 这个还是回来把刚才那个故事说了 因为话说最近好像前段时间 是但凡跟你们战队训练过 输了的人 后来都没有拿到过冠军 但是WE好像一直训练就没有输过 所以说他们拿了IEM广州战的冠军 是吧 所以说各位职业战队 如果说想要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成就 成绩和目前为止的实力 不如就来找我们CLC多训练一下 走 好像是这样的 我发现 对是这样的 好像因为我们之前跟你们是偶然相遇一次的时候 偶然相遇了好几次 国服一区和三区都遇了几次 就虽然没有正式的锻炼过 但是偶然相遇的时候也还是有赢过的时候 对对对有赢 所以说只要能够完胜CLC 你就可以拿IEM冠军了 来吧 让我们赞个痛快 看得出来小白打野的这些英雄 还是用的非常的灵活 还是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了 刚才这个盲森虽然 这个被这个叫代号帝的刀锋之银给杀的有点 怎么说 杀穿了 这个同学好像有点过分 杀了12次 才死了一次 就是现在泰伦这个版本很厉害 很厉害 肯定会被削的 6300非常值 现在打美孚这一种 很多时候乱和都会被搬的 因为真心是爆发太高了 太恐怖了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bug存在 比如被人蹬到了天上 就是有一次看这个大虫子给了他一踩 然后踢了起来 然后这个石头人又再大了他一下 然后他就飞得特别高 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然后掉了很久才掉下来 也是视频上面看到的一个小bug 非常有意思 反正总体来说 小白打野的思路也虽然是这样 但是每个英雄的玩法终归是不同的 虽然你打野的这个节奏把握好了 但是还是要把每个英雄玩的比较溜了之后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比较熟练 刚才这个盲森连装备都没出完就结束了 这也是实力确实太过于强大了 下次我们遇到的路人的时候 是不是要跟他们说一下 保留一下实力 好吧 这个 叫他们选一些坑甸英雄上去 应该是怎样 那就五个AP啊什么的 比如说什么凤女终担啊之类的 我凤女也终担过呀 挺强的 色衣地吗 我出的银血刀 这个太厉害了 银血刀的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好 我们这个今天速成宝典到这边也差不多结束了 虽然说这个时间节奏好像略快 但是总体来说 小白的这个盲森应该怎么玩 还是讲的比较清楚了 他的符文 他的打野的 打野的这个步骤 还有他干客的这个节奏 以及他的这个加点和天赋 都已经说的比较明确了 那各位同学也是 可以多反复的看一看揣摩一下 好我们在下一期别的烟囱当中再见吧